第1881章 荒利破至圣 即便同为王体 修为境界也相同 实力也有强有弱 战斗意识的强弱 神通之术的强弱 对于法则的运用 这些都决定了一个人战力的强弱 而且 即便同为王道法则 威力也有强弱 有些王道法则 威力极其可怕 超越了其他王道法则 如若天衣的天幻法则 不动声色 可让人陷入无边幻境之中 还有罗苍穹的剥夺法则 传说能够剥夺一切 更加霸道 罗破空 我们走 空浪大喝一声 而后不敢恋战 身形向着远处闪烁 罗破空露出一丝不甘之色 身形移动 也向远处而去 陆明并未追击 他的实力虽然比罗破空强 但也有限 罗破空一心想走 以他穿透法则恐怖的速度 他也留不下对方 撤退 看到罗破空 空浪先后退走 风无尘哪里敢恋战 大吼一声 化为一阵狂风 向着远处顿去 轻刻间消失无踪 其他人也纷纷舍弃了对手 疯狂顿走 马德 算着小子逃得快 下次一定要灭了他 荒离骂骂咧咧 非常不爽 他在荒足年轻一辈中 是无敌的存在 还是首次在与同辈交战中 被打得这么惨 洛天一 多谢 陆明向着洛天一走去 微笑道 与我 何须言谢 洛天一微微一笑 道 我之前在闭关 刚出关便听说这里有大战 过来一看 没想到是你们 可惜来迟了一步 不迟 刚刚好 陆明笑道 那陆明 和洛天一也熟悉 这么多强者汇聚 实在惊人 有人惊叹 陆明居然也和洛天一相熟 加上洛天一 陆明那边的天才 太多了吧 王体都有五个了 加上陆明自己的混沌肢体 这股力量 太过惊人了 而且美女好多 让人羡慕啊 有人感叹 立马得到很多人的赞同 洛天一 秋月 黄灵三人 哪一个不是惊艳了时光的美女 随便一个 都是原山圣院排在最顶级的美女 而三人 却都与陆明相熟 岂能不让人羡慕 这小子 还真花心啊 不知道我那妹妹怎么样了 以她那高傲的脾气 忍得了吗 真是期待啊 谢念君倾笑一声 许多人望向谢念君 难道这古圣族的天之娇女 也和陆明认识 大战已经结束 我们走吧 谢念君道 转身离开 古圣族的天骄根在谢念君身后 似乎以她为首 随后 有些人也转身离去 黄灵 荒历 你们都受伤了 先疗伤吧 陆明看向黄灵等人 好 黄灵 荒历 龙晨 秋月 还有其他一些受伤之人 就这么盘坐于空中 吞服下丹药 开始疗伤 不久之后 黄灵第一个结束疗伤 他乃不死天皇体 生命力无比旺盛 号称不死 再重的伤 也能很快痊愈 随后 龙晨 秋月 也结束了疗伤 他们两人的伤势不是很重 唯有荒历 他之前正面硬扛荒历 身体被冻穿了好几个窟窿 受伤颇重 此时 他肌肉如动 几个窟窿重新填补起来 轰 突然 一股强大的气息 从荒历身上爆发而出 这是 至圣的气息 陆明一瞪眼 然后露出了喜色 荒历经过一场大战 居然突破了 破入了至圣之境 不过这也正常 荒历的修为 早就达到了大圣圆满了 是他们这些人中 最接近至圣境界的 而后经过这段时间的修炼 又经过刚才一场大战 激发潜力 一举突破 也不奇怪 哈哈哈哈 荒历突破至圣了 太好了 荒族的其他人 也是大喜 而黄陵 龙晨等人 也都露出喜色 荒历突破 以后他们的实力 就会更强 风无尘在想对付他们 就没有那么容易了 荒历突破至圣 依然就可占风无尘 有些人在远处观望 还没有离去的天骄 也是大吃一惊 荒历突破至圣 一个王体的至圣 绝对强大 再加上陆明那可怕的战力 陆明那一批人 将成为元山圣院 一股不容小觑的力量 这段时间 元山圣院 许多人都在突破 过一段时间 元山圣院恐怕会爆发出更加精彩的碰撞 不错 其实有不少王体 修为还未破制圣境 等这些人都破入圣境 碰撞会更加激烈 那将是真正的大事 还有最强的那一批人 一直在至圣战场修炼 等他们破关而出 恐怕会更强 我们也要努力了 不然在这大事之中 恐怕会成为他人的踏脚石 一些天骄议论 感觉充满了压力 但又充满了期待 谁都想要在这灿烂的大事中 爆发出绚烂的火花 让所有人铭记 呼呼呼 天地间 无尽的天地元气 向着荒利汇聚而去 助他一臂之力 陆明一挥手 大量的元石爆碎 化为滚滚元气 向着荒利涌去 龙城等人 也拿出大堆的元石 轰爆开来 无尽的元气 被荒利吸收 他的气息 越来越强 滚滚胜利 如狼烟一般冲入高空 大约过去了几个小时 荒利的气息 才收敛起来 睁开了双眼 哈哈哈哈 龙城 你可要快点修炼 不然 我可没有对手了 荒利大笑 然后看向陆明 道 陆明 什么时候和我大战一场 没空 陆明直接拒绝 被这个战斗狂缠上 可没有好日子过 荒利无奈地摸了摸头 让许多人哈哈大笑 走吧 我们回去 洛天一 一起吗 陆明看向洛天一 好啊 洛天一点头微笑 风情万种 让神像宗 凤凰宫 还有荒族的一些男青年 看得两眼发指 除了黄陵和龙城 其他人都非常好奇 洛天一 摇池仙宫的传承圣女 宴贯天下的绝色美女 居然会出手相助陆明 而且和陆明 好像很熟的样子 甚至 还有悉听陆明的话 这让很多人想入飞飞 秋月眨巴着眼睛 看了看陆明 又看了看洛天一 不知道在想些什么 一会 一行人回到了住处 汇聚在一间宽阔的别院中 第1882章天地之剑 诸位 你们可有太岁宝莲的消息 或者 平时帮我留意一下这方面的消息 众人聊了一会 陆明开口询问 现在 炼制回神丹的材料 就缺少太岁宝莲了 但这等灵物 极其难得 非常少见 靠他一个人打听 难度很大 叫大家一起帮忙 机会会大一些 太岁宝莲 其中一些人 面露茫然 显然连听都没听过 而剩下听过的人 也面露沉思之色 太岁宝莲 稀释罕见 据说极具灵性 想要找到 短时间内恐怕很难 不过我知道一个地方 或许会有太岁宝莲的消息 洛天一私存了一下 似乎想到了什么 开口道 这么地方 陆明一喜 瑶池仙宫 历代以来 有很多天交人物加入 洛天一知道很多常人不知道的消息 也是正常 万象楼 洛天一解释道 万象楼 专门收集各种信息 不管是天南地北 大事小事 原路各地的消息 他们都会收集 他们的人手遍布天下 只有花钱 什么消息都可以购买 居然有这样的地方 哪里可找到万象楼 陆明心里一喜 若真是这样 去万象楼打听一番 或许能有收获 天地城 就有一个万象楼的分支 我将具体地址给你 洛天一拿出一块玉牌 以临时将地图刻在玉牌上 交给了陆明 众人又聊了一会 各自离去 第二日 陆明和秋月一起 出了原山圣院 向着万象楼而去 天地城 非常广阔 无边无际 而万象楼的位置 在天地城北边 两人一路飞行 不久之后 他们发现一个地方 热闹非凡 有许多人围着 似乎在看什么好戏 我们也下去看看 秋月眨了眨眼 露出好奇之色 好 去看看 陆明点点头 两人降落 发现有一座古老的平台 平台四周 围满了人 男女老少都有 在古老的平台上 插着一把剑 直没剑柄 只见一个中年大汉 抓着剑柄 使出全部的力量 拼命地往外把 但剑纹丝不动 正位老伯 这是怎么回事 陆明向一个老者打招呼 询问情况 小兄弟是出来天地城吧 我告诉你们 这把剑 可是天地之剑 老者一脸得意地道 什么 天地之剑 可是真的 陆明心理大振 平台上的剑 居然是天地之剑 那怎么会流传到现在 真不真 我不知道 但都是这样传说 据说这个平台 是当年天地打造的 而这把剑 也是天地插在这里的 共长九尺 但无尽岁月以来 无人能够拔出 老者解释 无人能拔出 连五帝都不行吗 陆明更加好奇 秋月也看着老者 露出好奇之色 不行 想要拔出这把剑 与修为无关 许多五帝 可能连一尺都不能拔出 但修为低的人 可能还能拔出一点 曾经 就有刚开始修炼的少年 拔出五尺之多的 老者又解释 万古以来 拔出最多的记录 是八尺 而这一辈年轻人当中 就有一人拔出了八尺 那就是天地的后人 身上留有天地血脉的 绝世天骄恒星河 而且听说恒星河放出话来 这把天地之剑 他迟早要拔出 成为他的配件 边上 有一个中年大叔插画道 陆明大概明白了 怎么回事了 此时 平台上那个大汉 几乎历劫 最终连一尺都没有拔出 满脸通红的退下了平台 这里 每天都有人来尝试 许多人一开始自信的很 都以为自己能拔出天地之剑 可一个个到最后 都失望 老者摇头道 都是一想天开而已 天地之剑 岂能那么容易拔出 无尽岁月来 诞生了多少天骄 都无人能够拔出 据说 一旦拔出 有可能得到天地的传承 中年大叔冷笑道 那只是传说而已 当不得真 老者摇头 这时 又有一人踏上平台 开始拔剑 坑 突然 剑鸣升起 震动苍穹 那剑柄之上 弥漫出璀璨的光芒 那把剑 被拔出了一尺 但仅仅只是一尺 就是极限了 任那人如何用力 如何爆发 都只能拔出一尺 过了半想 那人失败 退下平台 而那把剑 重新没入到平台中 只留出一个剑柄 还真是奇妙 露鸣暗暗惊叹 这把剑 居然连五帝强者 都不能拔出 可见神异 五帝强者 一怒天崩地裂 却有无穷伟力 居然都拔不出这把剑 想要拔出这把剑 与修为无关 看人 这把剑 是我的 此时 一个青年踏上平台 此人脸色冷傲 充满了强大的自信 狂妄 这把剑 连恒心河都没有拔出 此人居然说是他的 许多人没有上去前 都很自信 但很快 就失败了 这样的人 我见多了 一些人在议论 露出一些不屑 那个青年冷哼一声 踏步来到剑柄处 双手握住剑柄 吐气出声 用力向上一拔 坑 剑名声震荡苍穹 天地之剑 被拔出了一尺 再起 青年大喝 力量爆发 剑名声又起 剑上流露出一道道霞光 三尺 他居然拔出了三尺 有人惊呼 刚才一瞬间 青年又拔出了两尺 一共三尺 此人天赋惊人 但也只能拔出三尺 三尺 就是他的极限 又有人开口 再起 这时 那个青年 又是一声大喝 在他身上 爆发出可怕的法则之力 那是 王道法则 此人是一尊王体 一道道惊呼响起 坑 坑 连续两声剑名响起 那把剑 又被拔出了两尺 达到了五尺 至圣小城的修为 此人应该是 元山圣院的一位 绝顶天骄 陆明心中一动 不过他并没有见过此人 青年将天地之剑 拔出五尺后 就停在了那里 仿佛已经到了极限 青年一身修为 运转到极致 浑身被无尽霞光淹没 第1883张破记录了 过了片刻 那个青年 又是一声大喝 坑 又是一声剑名 天地之剑 居然又被扒出了一尺 达到六尺 这柄剑 好像是一柄石剑 路鸣细细打亮 发现这一柄剑 似乎是实质的 像是一种奇异的石头 打磨而成 六尺 此人好厉害 一般的王体 只能拔出五尺 此人居然能拔出六尺 非比寻常 不过六尺就是他的极限了 古来有记载 一般的王体 能拔出五尺 一些特别可怕的王体 能够拔出六尺 而上苍之子 一般能拔出七尺 最高记录 乃是八尺 但古来都很少见 的确如此 许多人议论 而那个青年 拔出六尺后 果然已经到了极限 之后连续几次爆发 那把剑都纹丝不动 最后 青年只能放弃 收力后退 那把剑 重新没入到平台之中 有意思 秋月 你要不要去试试 路鸣问道 试试便试试 秋月微微一笑 他刚才看的 也有些跃跃欲试 哈哈 小姑娘也想试试啊 我读你能拔出三尺 大叔看好你哦 那个中年大叔笑道 每天来这里拔剑的年轻人很多 但能拔出三尺的 又能有几人 中年大叔只是开玩笑而已 秋月微微一笑 也没有说话 踏步上了平台 抓住剑柄 起 秋月娇和一声 胜利蹦腾 用力向上拔 坑坑坑 连续三声剑鸣 天地之剑 瞬间被扒出了三尺 中年大叔目瞪口呆 张口结舌道 还 还真的拔出了三尺 他刚才只是随口一说而已 万万没想到 这个小姑娘居然能拔出三尺 大叔 还没结束呢 路鸣笑道 起 这时 秋月再次浇喝 阴阳法则弥漫而出 坑坑坑 见名声 不断响起 又连续响起了三声 六尺 王体 又一个王体 而且极为可怕的王体 又出现了一个拔出六尺的天骄 此女应该是原山圣院的天骄 秋月拔出六尺 引起了四周一阵热议 在以往 极少出现能拔出六尺之人 平均下来 恐怕要很多年才会出现一个 今日短短时间内 连续出现两人 可是非常少见的 当然 当初原山圣院刚召开的时候 最为热闹 一日之间 出现十多个能拔出五尺 六尺的天骄 让天地成震动了一番 不过 秋月拔出六尺后 也到了极限 失了几下无果后 她便放弃 回到了陆明身旁 你要不要去试试 秋月看向陆明 露出好奇之色 陆明身为混沌之子 她想看看 陆明能拔出几尺 边上 那中年大叔 和那个老伯 好奇地打量陆明 陆明与秋月走在一起 难道也是一个亡体 难道也是一个能拔出五尺 甚至六尺的存在 那今日就热闹了 好啊 我去试试 陆明一笑 反正来了 不妨试试 陆明踏上平台 许多人的目光 望向陆明 今日来的年轻人 还真不少 的确 不知此人能拔出几尺 能在两个亡体之后上来 恐怕也不简单 今日真是热闹 一些人好奇地打量陆明 颇有些期待 难道陆明也能拔出六尺 陆明来到剑柄旁 双手握剑 顿时感觉一股奇妙的温热之力 从剑柄涌出 涌入到陆明全身 这股能量 是否能检验一个人的修为呢 陆明暗暗猜测 因为来这里的拔剑的 与修为高低无关 一个武帝 有可能一尺都拔不出 而一个刚刚开始修炼之人 却能拔出五尺 那就看看我能拔出几尺吧 陆明眼神一鸣 用力一拔 坑 剑鸣声响起 常见被拔出一尺 还真尘啊 陆明嘀咕 体内胜利蹦腾 两个圣心急速地远转起来 无尽的力量 涌入到陆明的双手之中 再度向上一拔 坑 坑 坑 连续有四声剑鸣响起 剑身上 流光一彩 绚烂夺目 无尺 顺兮之间 陆明就拔出了五尺 他还没用出法则 有人不可思议地惊呼 没有用出法则 就能拔出五尺 怎么可能 我们没看错吧 所有人都难以置信 没有用出法则 就能拔出五尺 这也太惊人了 之前那个亡体 望向陆明 眼中迸发出璀璨的光辉 还真尘啊 但这还不是我的极限 给我起 陆明依然没有用出法则 靠的是胜利和灵体的力量 坑 又是一道剑鸣响起 六尺 陆明依旧没有用出法则 全场一片寂静 所有人都死死的盯着陆明 没有用出法则 就能拔出六尺 这也太惊人了 不可思议啊 不知道此人的法则 是什么级别的法则 如果是一种厉害的王道法则 或许还能再拔出一尺 与上苍之子比肩 有人开口 声音有些干涉 而之前和陆明聊天的那个大叔和老伯 也是张口结舌 目瞪口呆 之前和他们聊天的温和青年 居然这么厉害吗 不用法则 就能拔出六尺 好像只有恒星河办到过吧 岂不是说 陆明已经凭了恒星河的记录 再来陆明眼中露出坚毅之色 他感觉还没到极限 他的灵体中 裂化了一道混沌之气 灵体强度 远超上等天灵体 最主要的是 他有两颗圣心 潜力无穷 给我起 陆明大喝 除了法则 所有的力量涌入双臂 在顷刻间爆发出来 坑 又一道剑鸣 响彻苍穹 一道剑气 直冲云霄之上 七尺 陆明拔出了七尺 但依然没有用法则之力 怎么可能 这怎么可能 没有用出法则 就能拔出七尺 古来未见 恒星河没有用法则的时候 也只能拔出六尺而已 陆明岂不是抄了恒星河的记录 有人说 恒星河之所以能够不用法则 就能拔出六尺 是因为他是天地的后人 否则 也办不到了 此人怎么可能办到的啊 场面 失控了 多有人都难以置信 第1884章拔剑九尺经地成 要知道 一般的上苍之子 都只能拔出七尺而已 而陆明在没有用法则的情况下 却能够拔出七尺 这太不可思议了 难道他已经暗中用出了法则 只是我们没有发现 有人不禁这样猜测 有可能 很有可能 这个猜测 得到大部分人的认同 不然的话 也太惊人了 但下一刻 所有人都闭嘴了 起 一道声音 在所有人耳边响起 陆明身上 混沌法则爆发而出 坑 立马 又有一道剑鸣声响起 此刻 常见呼啸 一道惊天剑气 冲入高空 围入茫茫无际的星空之中 整个平台都在发光 无尽璀璨的光辉 几乎将陆明淹没 剑场 陷入死一般的寂静当中 八尺 陆明拔出了八尺 而且还用出了法则 证明 刚才陆明真的再没有用出法则 就拔出了七尺 而此刻 用出法则 一举拔出了八尺长剑 与历史上的纪律持平 也平了恒星河的纪律 混沌法则 此人是上苍之死之一的混沌之死 太惊人了 拔出了八尺 平了恒星河的纪律 此人能够完全将天地之剑拔出吗 此言一出 全场一下子又安静下来 变得落真可闻 陆明 在没有用出法则之力的时候 就能拔出七尺 古来未有 那么 陆明用出法则后 能否拔出九尺呢 这真不好说啊 难道插在这里 无尽岁月的天地之剑 要出事了 许多人心里颤抖 既紧张 又期待 之前和陆明聊天的大叔和老伯 已经完全愣在那里了 他们万万没想到 刚才和他们聊天的年轻人 是一个古来罕见的绝代天骄 八尺 还差一尺 此刻 陆明眼神明亮无比 此刻 他将全身所有的力量 都汇聚于双臂之上 他浑身的肌肉 一块块鼓起 充满了无穷的力量 然后 向上拔剑 坑 一道剑鸣 响彻苍穹 也让所有人的心 剧烈的跳动起来 此刻 无尽的剑光 直破苍穹 一道金天剑光 矗立在天地之间 整个天地成的人 都能看到 平台上 无尽光辉明乱之间 只见一个青年 高举战剑 犹如传说中战神 天地之剑 被陆明完整的拔出了 被陆明握在手里 此刻 时间仿佛凝固了 空间也仿佛凝固了 停留在这一刻 仿佛永恒 天地成中央 有一片恢弘无尽的宫殿 此刻 宫殿之中 冲出一道道身影 身上弥漫出 强大可怕的气息 天地之剑出世了 时间 除了星河 居然还有人能拔出 天地之剑 走 天地之剑 不能落在外人手里 一定要拿回来 一道道声音响起 然后踏空离开了这里 天地之剑所在的平台 陆明心里 不由的产生了一阵 不舒服的感觉 好像有危机要降临一般 青年一动 陆明将天地之剑 收进了山河图内 然后飞身而下 一拉秋月 道 快走 两人化为两道光芒 顷刻间就离开了这里 直到陆明两人消失了 众人才如梦初醒一般 反应过来 天 天地之剑 被拔走了 留在此地万古岁月的天地之剑 居然被拔走了 那个青年是谁 掌控混沌法则 应该是原山圣院的天骄 不难打听 许多人激动的议论 抓 抓 此刻 高空之中 突然出现了几道身影 一个个散发出恐怖惊天的气息 让所有人浑身颤抖 帝威 是武帝强者 而且是恒家的武帝 恒家号称流有天地的血脉 是天地的后人 现在天地之剑被人拔走 恒家肯定要出动 恒心河可是早就放话 天地之剑 迟早要被他拔出 将会成为他的配件 许多人小声的议论 恒家的帝级强者 目光一扫空空如也的平台 目光极为震惊 同时 又有阴沉之色闪过 天地之剑 真的被拔出来了 是谁 拔出了天地之剑 恒家一位强大的武帝 目光扫视全场 强大的帝威 让所有人呼吸都为之不畅 不知 是一个青年 但已经走了 有人回到 一个青年 是谁 来自哪个势力 恒家地级强者问 不知 但其乃是混沌之子 掌控混沌法则 应该来自圆山圣院 有人道 圆山圣院 恒家的地级强者脸色阴沉下来 如果是圆山圣院的天骄 那就不好办了 恒家 虽然强大无比 号称是天地的后人 底蕴身后 实力深不可测 是天地城最强的几大实力之一 但圆山圣院 可是由三位大帝联手创建的 他们也不敢直接上圆山圣院要人 那人应该还没走远 追 最好在其返回圆山圣院前 将之拿下 天地之剑 只能属于我们恒家 一个为首的恒家武帝开口 其他武帝身形纷纷移动 向着四面八方飞去 此刻 陆明已经变换了一副样貌 他拔出天地之剑 心里莫名的产生一股危机感 而且 天地之剑出事 肯定会惊动许多强大的势力 所以他当机立断 立刻带着秋月离开 在一个隐秘的地方 将秋月送进山河土 而他施展神西树 化为一个皮肤辣黄的中年大汉 以他现在的修为 即便是武帝强者 也没有那么容易认出他来 他大摇大摆地走在街上 向着万象楼的方向而去 不久 果然有恐怖的强者 在高空中呼啸而过 可怕的地危 弥漫八方 让很多人心惊 果然追来了 这是哪一个势力的强者 陆明眼睛眯起 心里猜测 身形却不停 向着万象楼而去 那些地极强者临时扫过 根本认不出他来 对方连他的面都没见过 更可况他又施展了神西树 岂能发现他 不久之后 陆明来到天地城北边的一座楼阁前 这便是万象楼 陆明走了进去 立刻就有一个老者接待陆明 这位客官 请问需要什么帮助 老者问道 我需要打听一个消息 陆明道 第1885章 太乙剑木 打听消息 往左边大厅 老者微笑道 陆明点头 向着左边大厅走去 左边大厅 有一个美丽的女子接待陆明 客官 需要打听什么样的消息 比如 关于人的消息 还是关于功法5G的消息 亦或是关于圣药材料的消息 年轻女子脸上挂着温和的微笑 让人感觉非常舒服 一种圣药 陆明道 圣药的话 请到6号房间 我带客官过去吧 年轻女子微笑 脸部款款 带着陆明向着大厅边上的一个房间走去 陆明暗暗感叹 这万象楼 分工还真明确 什么样的消息 对应的房间 都是不一样的 这样一来 效率的确会更好 走进6号房间 陆明见到了一个儒雅的中年 客官 你要打听哪一种圣药 儒雅中年问道 太岁宝莲 我想知道 哪里有太岁宝莲出售 或者 哪里有太岁宝莲出现 陆明道 太岁宝莲 这可是一种极其罕见的圣药 药效特殊 古来都没有出现过多少啊 儒雅中年感叹道 陆明心里一沉 道 就连万象楼 都没有太岁宝莲的消息吗 哈哈 我只能说你运气太好了 若是你早来几日 或许就要白跑一趟了 但在昨日 我刚刚收到了一条 关于太岁宝莲的消息 有一个地方 有人看到过太岁宝莲 卢雅中年哈哈一笑 什么地方 陆明大喜 兄弟别急 太岁宝莲这种圣药 太稀少了 我万象楼得到这条消息 也是花费了巨大的代价的 你要知道这消息 自然也要付出代价 卢雅中年微笑道 多少元时 陆明开口 他自然知道 想要知道消息 需要元时 太岁宝莲这等稀罕之物的消息 自然珍贵 50万上品元时 购买这一条消息 卢雅中年到 陆明嘴角微微一颤 一条消息 就要卖50万上品元时 还真是贵啊 当然 万象楼的人 便不各地 培养那么多人 需要的代价也是非常大的 消息卖的贵 也是正常 好 太岁宝莲的消息 我要了 陆明拿出一个储物戒指 在里面装了50万上品元时 递给儒雅中年 儒雅中年确认数量没错之后 到 前段时间 有人找太岁建木之中 看到了太岁宝莲 但太岁宝莲极具灵性 会自动顿走 所以 能不能得到太岁宝莲 就看你们自己的运气了 请 言罢 儒雅中年一白手 算是送客 太岁建木吗 陆明目光一闪 然后离开了万象楼 不久之后 他便回到了元山圣院 然后他给黄陵 龙晨等人传了一条消息 说他要先离开一段时间 他打算立刻前往太岁建木 寻找太岁宝莲 尽快让秋月恢复记忆 记忆这种东西 时间拖得越久 越可能对秋月不利 可能越是难以恢复 元山圣院中 现在陆明不用担心 荒利突破至盛 实力大增 况且还有洛天一 众人联手 自保有余 做出决定 陆明就没有耽搁 向着元山圣院的传送阵走去 当然 他不可能直接传送到太岁建木之中 而是传送到靠近太岁建木 那一带的公共传送区 其实 每一个地级势力 都会建立传送阵 但几乎都是单向的 只能传送出去 外面的人 不能传送进来 若是外面的人 能够直接传送到一个势力之中 那这个势力就很危险 若是敌人 就更加危险了 除非是关系很好的势力 彼此之间才会开通双向传送 自由往来 所以 在很多区域 都会建立公共传送区 比如古月圣地外面 古阳圣地外面 还有天地城周围的八座位城 都是公共传送区 外人想要入这些地方 首先只能传送到公共传送区 然后飞行前往 所以 想要前往某地 只有传送到最近的公共传送区 然后飞行前往 毕竟 圆山之地 太大了 全部靠飞行 是不现实的 就算一般的地级强者 想要横穿整个圆山之地 都需要很长的时间 陆明跨路传送阵 传送到一个距离太乙剑墓最近的公共传送区 然后拿出破空飞梭 向着太乙剑墓飞去 这一件破空飞梭 是陆明斩杀敌人得到的 是20倍速度的破空飞梭 比当初云空谷主的破空飞梭还快 在破空飞梭中 陆明恢复了原貌 将秋月从山河途中放出 天地之剑 有何神奇之处拿出来看看 秋月出来 好奇地看着陆明 这人真的是他的少爷 天赋道也惊人 勉强能做他的少爷吧 秋月心里转着奇怪的念头 陆明点点头 心念一动 天地之剑就出现在他手上 天地之剑 看起来真的像是一把石剑 以奇异的石块打磨而成 而且此时看起来 没有丝毫的异常 仿佛真的是一把普通的石剑 完全没有之前刚拔出时 那种惊人的意象 这真的是天地之剑 看起来很普通啊 不会传说有物吧 秋月好奇地打量石剑 然后接过细细观看 最后输入胜利 但石剑一点反应都没有 陆明接过 也输入胜利 甚至运转混沌法则 也一点反应都没有 一点反应都没有 成了一把废剑 陆明无语了 接着两人又研究了一番 依然没有结果 陆明只好将之收进了山河图 留着以后再研究吧 此去太以剑木 距离不短 就算有20倍速度的破空飞梭 也需要半个月时间 两人就在破空飞梭中修炼起来 半月时间 转眼即过 他们来到了一片蛮荒山脉 四周全是苍茫的大山 大山中 受吼不断 陆明收起破空飞梭 两人踏空前行 十多万里之后 他们发现 这片地狱 越来越死寂 生灵越来越少 最后 他们看到了一个巨大无比的洞窟 如一口巨大的魔警一般 通往地下 在洞窟之中 不断地有死气弥漫而出 所以在这洞窟四方 才会一片死寂 据说 这洞窟之下 才是太以剑木 藏剑之地 第1886章剑园 剑煞 太以剑木 藏剑之地 将传 在遥远的时代 太以剑木中 陨落了一个可怕无比的 强大剑修 这里成了他的目的 引得万剑朝宗 无数无主之剑 飞往这里 伴随那可怕强者 一起葬在这里 后面 有无数强大的剑修 基于那未存在的传承 为了争夺那剑修的传承 在这里发生了惨烈的大战 无数人强大的剑修 战死在这里 埋骨于此 这里 形成了一个可怕的剑木 后面 许多剑修授命到了终点 即将陨落之时 都会走进这里 让自己葬身于此 久而久之 这里葬下的强者 葬下的剑 已经不知道有多少了 无穷无尽 久而久之 太以剑木 也诞生了一些奇妙的宝物 比如剑园 就是一种罕见的宝物 炼化剑园 可淬炼真元胜利 提升修为 还有些人会来此寻找一些具有灵性的剑 这里 自古以来 埋葬了剑修强者太多了 据说 就连地级剑修 都不在少数 有些人留下的剑 乃是真正的宝物 运气好 能够得到 那就发了 所以 太以剑木 吸引了很多人前来探寻 每年都会有不少人前来 特别是修剑之人 太岁宝莲就是在这里探寻之人发现的 陆明目光一扫 果然在洞窟附近 看到一些身影 两位 一个脸色温和的老者飞了过来 打亮了一下陆明和秋月 微笑道 两位也是想进入剑木一探吧 不错 陆明点点头 正好 老夫和一些朋友 要组建一个队伍 一起进入剑木 毕竟剑木中 有机缘 但也有危险 人多力量大 可互相帮助 两位小友 可愿一起 老者微笑道 组队一起吗 陆明心里沉吟 太以剑木 有机缘 但也有危险 自古以来 这么多强者葬在此地 也诞生出一些危险之物 那就是剑煞 剑煞 但凡遇到生灵 就会展开厮杀 毫无灵智 剑煞有强有弱 有些剑煞极其强大 单人遇到 非常危险 所以很多人选择组队进去 也是正常 前辈 晚辈两人 是来此寻找一种圣药的 陆明开口 哈哈 那正好 太以剑木 范围非常广阔 单靠你们两人 无疑是大海捞针 与我们一起 大家互相留意 机会要大一些 老者笑道 好 我答应了 陆明沉吟了一下 便点点头 老者说的有理 他们两人寻找 确实很难 与众人组队 人多 几率是要大些 而且这些人中 说不定有人在这里 活动的时间不短了 说不定能得到一些 有用的消息 好 哈哈 来 我给你介绍一下 其他人 老者一笑 带着陆明和秋月 向着其他人走去 动哭口 刚好有八人 老者介绍了一番 经过老者的介绍 陆明知道 老者叫做无处 有致圣圆满的修为 在这些人中 老者修为最高 两位小友 我们还得再等一段时间 等人更多一些 再进去 无处道 他脸上始终挂着 温和的笑容 给人一种容易相处的感觉 再等等 也无妨 陆明点头 寻找太岁宝莲 并非一朝一夕 能办到 多等几日 也没有什么关系 来太以见目探索的人 果然很多 接下来 每隔两日 就会有人前来 都被无处拉进了队伍之中 十一日后 他们队伍中 人数已经有二十多人 好了 人也差不多了 我们出发吧 无处道 随后 他当先向着那个洞窟飞去 众人跟随 这个洞窟 非常巨大 一直通往地下 深不可测 陆明等人向下飞行 一直飞了万丈左右 才终于到底 这 还真的像是一个地下世界 陆明目光一扫 发现洞窟之下 完全是一片世界 一眼望不到边 这里 有一座座山峰 但却一片死寂 什么也没有 有的 只有剑 一把把秀迹斑斑的剑 或插在地面上 或插在山峰上 但几乎都失去了灵性 在无穷岁月中 快要腐蚀了 我们布置一下阵型吧 免得遇到攻击 手忙脚乱 无处道 然后由他来安排阵型 陆明和秋月 被安排到最后面 其中一些人在中间 一些人在前面和左右 陆明目光微微一闪 他发现 安排在前后左右的 都是后面加入队伍的人 而无处带着五六个人 处于中间位置 按他的说法 他行为最高 坐镇中间 随时支援四方 众人也没有意见 选择了一个方向 向前奔行而去 太乙剑木 给人的印象 就是死寂 天地间 一片寂静 偶尔有阵阵阴风吹过 寸草不生 荒凉无比 他们向前奔行了数百里 剑道的景色 都差不多 这里 属于外围地带 所遇到的剑 都腐朽了 这一带 不会有什么收获 一路前行 也不知道横走了多少路程 前方 突然有两道身影飘荡而来 这是两道黑影 看不清样貌 如一道幽魂一般 两道黑影一看到陆明等人 眼眸中就散发出锋利之气 化为两道剑光 向着众人冲来 赤两个剑煞 不过实力只有明圣镜 无处开口 一挥手 两道静气击射而出 将两个剑煞击溃 两个剑煞被击溃后 化为两道能量 雷入到地面之中 消失不见 据说 这剑煞很难真正杀死 只能暂时击溃 被击溃后 就会顿入地下 经过一段岁月的酝氧 又可重新出现 众人继续前行 后面又碰到几个剑煞 但实力都不强 被轻易击溃 突然 前面有微弱的剑翼传来 前面有剑猿 无处眼睛一亮 很显然 无处不是第一次进入太乙剑目了 非常有经验 根据一丝微弱的剑意 就能判断出前方具有剑猿 众人收敛气息 小心前行 绕过一座山峰后 看到了几十个剑煞 不同的是 这几十个剑煞 形体看起来非常明实 如石至一般 身上散发出惊人的锋利之气 如一把把神剑一般 第1887章 幼儿 在几十个剑煞中间 有三把战剑 这三把战剑 一看并非实体 并非真正的战剑 而是一种极其精粹的剑之能量凝聚而成 插在地面上 这就是剑猿 几十个剑煞 就围绕着三把剑猿四周 剑煞 能够吸收剑猿上的能量 壮大自己 所以每一把剑猿附近 都有剑煞守护 这里有三把剑猿 守护的剑煞 自然就更多了 三把剑猿 无处那温和的眼眸中 散发出炽热的光辉 怎么办 有人问道 不宜硬拼 不然惊动其他剑煞 会比较麻烦 最好的办法 就是将剑煞引来 再以强大的战力 瞬间夺取三把剑煞 无处眼中散发出老谋深算的光芒 接着安排起来 你们 还有你们 分别去引开那些剑煞 我们几人修为最强 瞬间夺取三把剑猿 无处一指路明和秋月 还有其他一些后面加入队伍的人 我们去引 有人提出了疑问 不错 在这剑木之中 只有相互配合 才能将实力发挥到极致 获得更多的资源 放心 等得到剑猿之后 我们评分 不会少你们一分一好的 无处道 好 那我们去引 那人点头 其他人也没有意见 路明他们 分别从几个方向 慢慢地靠近剑煞 当他们靠近一定距离的时候 那些剑煞发现了他们 一个个眼眸中射出锋利的光芒 秋 秋 最后 那些剑煞 化为一道道剑光 向着路明他们追来 走 路明一拉秋月 转身就跑 其他人也是如此 纷纷转身 向着远处跑去 转眼消失在这里 剑猿边上 剑煞的数量 就剩下七八个的样子 找一些幼儿 确实不错 能节约很多功夫 无处边上 一个中年大汉冷笑道 望向路明等人离去的方向 露出嘲讽的笑容 恤不宜迟 我们动手 夺下三把剑猿 无处开口 一步踏出 向着七八个剑煞杀去 他的修为为至圣圆满 一掌拍出 就有两个剑煞被击溃 化为能量没入到地下 无处边上的其他人 也一起动手 气息绽放 居然都是至圣境的存在 众人一起动手 七八个剑煞 没有抗住多久 便被击杀了 路明和秋月 急速奔行 但后面的剑煞 速度居然非常惊人 在不断拉近 与路明他们之间的距离 这剑煞 好快的速度 真的像是一道剑光在飞舞 而且 其中有一个制胜级别的剑煞 路明心中一动 眼中闪过一道冷光 秋月 就到这里吧 路明给秋月传音 秋月猛然停了下来 一挥手 两把弯刀飞出 急速旋转 向着几个剑煞席卷而去 几个剑煞 有一个相当于制胜小城的存在 其他几个 都是大胜级别 根本不是秋月的对手 两把弯刀卷过 几个剑煞崩溃 化为能量消散 啊 啊 就在这时 其他几个方向 传来凄厉的惨叫声 很明显 是其他吸引剑煞之人的惨叫 路明目光冷光更浓 随后和秋月暗原地返回 此时 无处等人 已经得到了三把剑圆 正向后退去 看到路明两人返回 有些惊讶 看来这两人 乃是天交级别的人物 至圣级别的剑煞 都奈何不了他们 无处目光一闪 然后又露出温和的笑容 道路明小友 快归队 我们先撤 路明点点头 和秋月两人不动声色 返回了队伍 向后撤退 不久 刚才获得剑圆的地方 想起了刺耳的怒吼 显然是剑煞回来 发现剑圆不见了 才发出的怒吼 不久之后 又有几个去吸引剑煞的人 返回了队伍 这几人的修为都很不弱 并没有死在剑煞手上 无处 剑圆呢 你说了要平分的 一人看向无处 哈哈 别急 现在才得到三把剑圆 暂时我来保管 等之后获得更多的剑圆 我自然会拿出来平分的 无处哈哈一笑道 那人冷哼一声 没有多说 路明嘴角泛起一丝冷笑 秋月眸中闪过一丝锋芒 但两人都没有多说什么 众人继续前行 不久之后 无处又有所感应 前方 又有剑圆 无处露出一丝喜色 众人向前 在一处山坳之中 发现了一把剑圆 一把剑圆 守护的剑煞 就比较少了 只有三个左右 一起出手 裂掉这些剑煞 无处到 只有十余个剑煞 还无需去引开 路明等人站立不错 先留着 估计有用 无处嘴角挂着一丝冷笑 下一刻 他脸色突然一变 另外在另外一侧 身形闪动 有十几道身影 出现在那里 这些都是五道强者 显然 是之前进入剑幕之人 剑幕中的人很多 每隔几日 就会有人到来 进入剑幕冒险 没有人知道 剑幕中有多少人 简然 对方也是进入 剑幕冒险之人 对方也看到了 陆明他们 一个个目光不善 有人露出了杀机 无处他们的脸色 阴沉下来 你们滚吧 那把剑员 就归我们了 对方人群中 有人冷声道 滚的是你们吧 无处冷笑 倒嘴的剑员 他岂能轻易错过 他目光一转 落在陆明他们身上 你们去阻拦他们 我们几人去拿剑员 无处给陆明 秋月 还有另外几人传音 这些人 都是刚才去吸引剑煞的人 也就是他们找到当诱饵的人 果然如此 陆明嘴角泛起一丝冷笑 要我们去阻拦他们 开玩笑 对方里面 有不少强者 我们过去 岂不是找死 我拒绝 有个矮胖的大汉摇头 直接拒绝 能组队在剑幕中行走的 绝对不缺少高手 对方十几人当中 起码过半都是制胜 甚至有和无处一样 制胜圆满的强者也说不定 让他们过去阻挡对方 分明就是送死 无处目光一寒 道 放心 你们阻拦他们一会 等我们拿到剑员 就去助你们 一会功夫 相信你们能够挡得住的 第1888章反将一军 无处目光如刀 扫向路鸣等人 言道只要路鸣他们支撑一会 等他们拿到剑员 就来助他们 叫你们做一点事 就婆婆妈妈 推三组四 我们让你们跟着 为你们阻挡风险 难道你们就能白白混吃混喝 总要做点有价值的事情 无处边上 一个大汉脸色阴沉 给他们传音 路鸣冷笑 无处等人 为他们阻挡风险 真是可笑 分明是将他们当成了诱饵 有危险就让他们上 现在也是如此 让他们去抵挡 而他们自己去夺取剑员 谁知道他们夺取剑员后 会不会逃之夭夭 反正我不去 要争你们自己去争 我退出队伍 我宁愿一个人再见目冒险 一个壮汉摇头 直接拒绝 然后就想要离开 但这时 无处突然动了 抱起发难 一爪抓向壮汉 壮汉万万没想到 无处会对他动手 以他一身致胜小成的修为 都没能发挥出来 而且无处乃是致胜圆满的修为 相差太大 根本没有反抗之力 扑 无处一爪 抓裂了壮汉的头颅 壮汉嘶吼一声 眼睛死死的等着 充满了愤怒与不甘 此 无处力量狂有而出 壮汉的头颅如西瓜一般炸裂开来 灵魂也在瞬间湮灭 现在想走 晚了 给我去阻拦对方 不然 只有死 无处冰冷的给陆明他们传音 陆明和秋月眼神阴沉 其他几人脸色惨白 对面 那时几人也很诧异的看向他们 呵呵 还没开战 就起内讧了 壮人冷笑 不管他们玩什么花样 准备动手 那把剑园 我们要夺下 这些人也都要死 其中一个气息最强的人兵冷开口 他们不仅要剑园 还要歼灭陆明他们这些人 群找剑园 哪有杀人夺宝来得快 陆明他们这边 好 我们出手 陆明直接点头答应 其他几人无奈 也只能点头 我叫开始 你们直接动手 打对方个措手不及 无处传音 随后猛然大吼一声 杀 抓 抓 陆明几人 身形暴闪 向着对方十几人冲去 但还没冲出多远 陆明手掌如刀 立斩而下 一道静气 大如山月 猛然向着对方轰去 找死 给我杀了他们 对方之中 为首的一人怒喝一声 十几人爆发 向着陆明他们杀来 撤 陆明低喝一声 和秋月猛然转身 向着无处等人冲去 其他几人一愣之下 接着向着其他方向逃离 哪里会真的上去送死 你们 找死 无处看到陆明他们 居然反向逃走 向着他们冲来 顿时大怒 真把我们当诱饵了 可笑 陆明冷笑 和秋月急速冲向 无处等人 而对方十几人 也急速向着无处等人冲来 小兔崽子 那我就先杀了你 一个至圣境的大汉 向着陆明发动凌厉的攻势 滚 陆明冷喝 一拳轰出 直接以碾压的方式 击溃了对方的攻击 然后与对方的手掌碰撞在一起 卡擦 对方的手骨 直接被震裂了 身体狂退 露出不可思议之色 而陆明和秋月并没有恋战 一冲而过 向着远处冲去 紧接着 对方十几人已经冲到 各种攻击 向着无处等人倾泻而去 双方顿时混战在一起 该死 小兔崽子 我迟早要杀了你们 无处大吼 充满杀鸡的目光 扫向陆明两人 陆明胆子居然这么大 不仅要逃走 而且还将对方引向他们 简直该千刀万寡 老家伙 自己先保住性命再说吧 告辞 陆明哈哈一笑 和秋月两人身形不停 急速闪烁而去 那十几人 看到陆明只是两个年轻人 根本没有在意 只是盯着无处他们 发动猛攻 不久之后 陆明和秋月 已经远离了战场 出现在数万里之外 两人也没有固定的方向 他们的目标 是寻找太岁宝连 但他们根本不知道 太岁宝连会出现在 剑木的哪里 只能随意寻找 两人随意选了一个方向 向前奔行 不久 他们发现了两把剑员 边上 有二十左右剑煞守护 既然碰到了 两人自然不会放弃 这些剑煞虽强 但以两人的战力 自然不会太难 两人直接向着剑员冲去 速度迅疾如电 秋 秋 那些剑煞 也发现了陆明两人 向着陆明两人冲来 他们的身体 好像如一把把神剑一般 迸发出璀璨的剑光 展向两人 秋月挥手 一冷一热 两把弯刀飞出 继续旋转 冷热碰撞 爆发出毁灭的力量 向着前方席卷而去 几个剑煞不管是大圣镜的 还是制圣镜的 瞬间被毁灭的能量角成粉碎 以秋月的战力 普通制圣小城的强者 也是瞬间秒杀 轰 轰 陆明的攻击 更直接 双拳不断轰击而出 一块阵域被虚影浮现 镇压而下 凡是被阵域被镇压的剑煞 瞬间形体崩溃 甚至有两个制圣大城的存在 也是瞬间被秒杀 二十来个剑煞 几个呼吸 就被两人清理一空 两人分别抓起一把剑圆 身形腾空 离开了这里 万里之后 一条山谷中 陆明细细打亮手中的剑圆 剑圆 外面看起来 真的像一把真实的战剑 但陆明临时扫过 分明感觉到 这是由一种剑之能量组成的 吞 陆明手掌中 爆发吞噬之力 剑圆在吞噬之力下 直接爆碎开来 化为一股能量 被陆明吞噬入体内 这是 陆明细细感应 他发现 剑圆的能量 好像如万千非常细小的剑芒组成 再融入到陆明的胜利中 如无数道锋利的剑芒 再淬炼着陆明的胜利 让胜利变得更强 陆明开始练化起来 两个多小时后 陆明才将一把剑圆的能量 全部练化 我的胜利 的确更加雄厚 更加凝练了一丝 陆明心理私存 虽然提升的幅度不大 只是一丝而已 但这只是一把剑圆 如果剑圆足够多的话 修为提升起来 绝对非常快 比平常修炼 要快很多倍 第1889章 剑圆一变 难怪那么多人进入剑木 寻找剑圆了 有些人的修为 遇到了瓶颈 难以提升 但若是练化剑圆 或许能更进一步 特别是那些修剑之人 剑圆对他们的帮助更大 陆明又等了一会 秋月也结束了修炼 将一把剑圆练化 随即 两人离开了这里 继续寻找起来 在寻找太岁宝莲的过程中 顺便得到一些剑圆也不错 能提升修为 不久之后 两人又找到了一把剑圆 暂时收起来 没有练化 这个剑木 真的很大 无边无际一般 陆明他们足足转悠了一日 也没看到边际 而剑圆 也收获了四把 刚好一人两把 刷 刷 突然 身形闪动 前方一条山坳之中 冲出一群身影 将两人围在中间 一共有八人 都是老者 或者中年大汉 一个个身上充满杀鸡 气息浑厚 五个大圣 三个制圣 不过最强的 也才制圣大成 陆明嘴角露出一丝冷笑 原来是两个小鬼 其中一人冷笑 目光冷悠悠的扫向陆明两人 不过这女子 还真是漂亮 刚好可以享受一番 一个中年干瘦汉子 瘦成一条竹竿一般 目光火热的在秋月身上扫饰 饺子 把你们身上所有的宝物 都交出来吧 瘦竹竿汉子冷冷到 平均下来 每隔几日 就会有人走进贱墓 所以 贱墓之中 不知道有多少人存在 鱼龙混杂 什么人都有 甚至有些人 常年活动在贱墓之中 专门杀人越货 夺取他人的宝物和贱缘修炼 在贱墓之中 不管你来自什么势力 死了也是白死 不会有人知道是谁杀的 怎么死的 简然 眼前这些人 就是专门杀人越货的 专门寻找落单的 或者人数少的下手 给你们三个呼吸 赶紧滚 三 怒鸣淡淡开口 什么 这小子叫我们滚 哈哈 我没听错吧 有人哈哈大笑 简直难以相信自己的耳朵 从陆明和秋月的年龄上看 才多大 这个年纪 又能有什么修为 什么样的战力 还让他们滚 简直可笑 二 陆明继续开口 声音更冷 充斥着冷冽的杀鸡 对方八人 脸色阴沉下来 看起来 陆明不像是开玩笑 难道陆明有什么依仗不成 但看起来 陆明两人 才三十岁不到而已 这么年轻 岂是他们的对手 他们在太乙剑墓附近这一带 已经活动了上百年 期间 也碰到一些年轻人 但根本不是他们的对手 死在他们手上的 也不在少数 但像陆明这么自信的 还是第一次见 一 陆明缓缓吐出最后一个字 眼中杀鸡大圣 看来你们是不想走了 那我就成全你们 让你们与这万千战舰 共买此处 陆明冰冷开口 小字 大言不惭 老子倒要看看 你有什么能耐 一个大圣圆满之人 脚步重重一踏 身形如一颗炮弹一般 向着陆明冲来 胜利于法则爆发 如一只洪荒巨兽一般 向着陆明压下 碰 陆明抬腿就是一脚踹了出去 后发先至 脚掌直接踹在了对方的丹田上 对方惨叫一声 身体飞出数千米远 撞在了一座插满战舰的山峰上 将山峰砸出一个大坑 而他本身 已经是出气多 入气少了 剩下的七人 愣住了 一个大圣圆满的强者 在陆明手上 好像如一个婴孩一般 连反抗的力量 都没有 难道此人如此年轻 就有至胜的战力 怎么可能 碰 陆明一步踏出 大圣圆满的气息 完全绽放 强大的气息 锁定其他七人 他已经给过对方机会 既然对方没有把握 那就全部斩了 反正这些人 也不是什么好人 不知道有多少像陆明 他们这样的人 死在对方手上 秋月站在一旁 没有出手 陆明的战力 他很清楚 对付这些人 又何须他出手 联手 杀了他 那受竹竿汉子大喝 气息爆发 向着陆明杀来 同时 其他人六人也动了 各自爆发气息 可怕的攻击 向着陆明轰击而去 陆明尽力不动 手掌中 出现了一把 制胜兵战舰 横扫而出 一道圆月般的剑光 迸发而出 向着四方斩去 对方所有的攻击 轻刻间破灭 扑 扑 扑 绝光迸发 血气弥漫 七个身影 扑击的速度很快 但后退的速度 更快 七个身影 飞出上千米 重重的摔倒在地上 其中六人 已经没有了丝毫生机 在陆明的剑光中 直接被斩杀 唯有受竹竿汉子 还有一丝生机 一时间还没死 他瞪大眼睛 充满了无尽惊恐和不可思议 一个年轻人而已 不到三十岁 居然就有大圣圆满的修为 而战力更加恐怖 连他这个大圣大成修为 都不堪一击 难道现在的年轻人 都这么恐怖了吗 他们在剑木这一带 混了上百年 没有出去走动 难道现在外界已经变天了吗 他带着无尽的疑问 咽下了最后一口气 陆明一挥手 八人的储物戒指 到了他的手上 零食一扫 储物戒指中的东西 一目了然 这些人还真是富裕 原石堆积如山 可见这些年 杀的人绝不在少数 还有剑园 加起来也有十来把 剑园这东西 是消耗品 有十来把已经不错了 陆明分了一半给秋月 然后离开了这里 接下来几天 他们又得到了几把剑园 但始终没有看到 太岁宝莲的踪影 看来 想要找到太岁宝莲 真不容易 需要有打长久战的准备 那里有剑园 突然 他们发现前方有一把剑园 两人向着剑园冲去 就在这时 一便凸起 坑 剑鸣升起 那把剑园 居然自己飞起 然后向着剑木深处呼啸而去 剑园 居然自己动了 容不得两人多想 两人踏空而行 向着剑园追去 但剑园速度惊人 如一缕光线一般 瞬息远去 路明两人一时间 居然追赶不上 那里也有 两人追了一会 秋月忽然指向另外一个方向 惊呼一声 第1890章发现太岁宝莲 另外一个方向 有几把剑园 破空呼啸 向着剑木深处飞去 方向与路明他们追击的剑园 完全一样 怎么回事 两人百思不得其解 剑园为什么会自己飞行 若是一把也就罢了 现在看到了几把 两人又追了一段 越来越深入剑木深处 这时 他们看到了更多的剑园 向着剑木飞去 有些剑园后面 还有人追击 不对 秋月 等一下 路明停下 眉头紧皱 剑木深处 绝对出现了异常 不然那么多剑园 怎么往同一个方向飞行 向这种地方 一旦出现异常 要么是有一宝出事 要么就是有危机降临 路明 我们追还是不追 秋月问道 他也感觉不对劲 继续追击 不知道会面临什么 我们还是先不深入 在外面一带 看看能不能找到太岁宝莲 路明道 秋月点头 之后 两人没有继续深入 就在外围一带 寻找起来 不时的 他们会看到剑园呼啸而过 向着剑木深处飞去 也能看到一道道身影 破空飞行 追击剑园的 路明他们运气好的时候 还能在半路拦截到一两把剑园 路明 你看 那是 忽然 秋月惊呼 只向前方一处断崖上面 路明向着那边望去 那断崖上 有一朵莲花 洁白如玉 晶莹剔透 奇特的是 那莲花的花瓣 细长尖锐 如一把把神剑一般 太岁宝莲 路明在大眼丹殿的记载中看过 一眼就认了出来 路明狂喜 真是踏破铁鞋无蜜处 得来全不费功夫 之前 他们寻找了那么久 都没有看到太岁宝莲踪迹 没想到之前 他们停下追击 想在外围一带寻找一番 就看到了太岁宝莲 太岁宝莲 极具灵性 会自行顿走 秋月 你留在这里围堵 我去拿下它 路明给秋月传音 然后施展神西树 无声无息地向着太岁宝莲飞去 当临近一段距离的时候 路明手掌之中 浮现出密密麻麻的符文 路明将手掌按在地上 符文沿着地面 向着太岁宝莲弥漫而去 他要以正道法则 先将太岁宝莲封住 免得太岁宝莲逃走 但 就在正道法则将要靠近太岁宝莲的时候 太岁宝莲动了 他化为一道白光 如一把白色的剑光 破空而去 向着剑木深处飞去 不好 这样都被发现了 秋月 追 路明传音给秋月 然后施展身法 向着太岁宝莲追去 路明的速度极快 太岁宝莲的速度 也非常惊人 不弱于那些剑圆的速度 一时间 路明根本追不上 这太岁宝莲也太敏锐了吧 那样小心翼翼 都被发现了 路明实在无语 只能奋力追击 秋月紧紧地跟在路明身后 太岁宝莲逃走的方向 居然和之前那些剑圆的方向 完全一致 无尽大帝在脚下掠过 追了好几个小时 都没有追上太岁宝莲 此时 路明不禁有些想念泡泡了 若是有泡泡在 以时空法则的速度 还有风困之力 抓到这朵太岁宝莲 不难 那是 又追了一会 路明瞳孔猛然一缩 前方的一幕 让他心里狂震 前方 有一条深渊 在深渊上空 无尽的剑圆汇聚在一起 在不断地飞舞 剑鸣不断 剑气冲销 实在太多了 密密麻麻 根本不知道有多少把剑圆 而在深渊四周 有许许多多身影 凌空而立 一眼望去 不下数百人 这些人 围在四周 但根本没有动手夺取剑圆 因为这一幕太诡异了 无数剑圆汇聚深渊上空 闻所未闻 痴情反常必有妖 所有人这些人 都没有贸然行动 刷 此时 太岁宝莲 化为一道剑光 直接冲进了那深渊 消失不见 麻烦了 路明脸色阴沉 好不容易寻找到太岁宝莲 可惜 没有拿下 眼睁睁地看着 逃进了深渊之中 路明和秋月 立于外面 打亮前方 没有轻举妄动 许多人望着那无尽的剑圆 眼神中火热无比 既是贪婪之色 这么多剑圆 若是得到将之恋化 修为能提升多少 但 情况诡异 众人虽然贪婪 但还是保持理智 克制住自己 饺子 是你们 这时 一声愤怒的吼声响起 破空生起 几道身影向着路明两人闪烁而来 原来是这几个家伙 路明寻声望去 嘴角泛起一丝冷笑 闪烁而来的人 正是吴楚 此时 吴楚身边 只剩下两人 显然之前损失惨重 刷 刷 吴楚三人 将路明和秋月团团围住 饺子 敢背叛我们 我会让你死得很惨 吴楚愤怒的丁卓路明 杀鸡无比浓烈 之前 因为路明的关系 他们不仅没有得到渐缘 还和对方激烈的厮杀了一番 最后多人战死 只有他们三人突出了重围 他们自然把这一切怪在路明他们头上 若是路明他们能按照他的计划行事 他们岂会有如此损失 背叛你们 真是可笑 我加入你们的队伍 只是合作关系 而你们一开始就把我们当作诱饵 难道我会傻乎乎的为你们去送死 路明淡淡一笑 带着浓浓的不屑 弱者 就该有弱者的觉悟 无处冷声道 弱者 呵呵 一把年纪了 才知圣境 你以为你们很强 路明丝毫无惧 强不强 杀你足矣 无处一步踏出 一身至圣缘满的修为完全爆发 干枯的手爪向着陆明抓来 响起了恐怖的呼啸声 陆明眼中爆发出金光 正与天宫运转 一拳轰出 碰 陆明的拳头 与无处的手爪轰在一起 一身轰鸣 两人的身体 却都微微一退 你 怎么可能 无处瞳孔猛然瞪大 满是难以置信之色 陆明居然能挡住他的攻击 怎么可能 大圣圆满之镜 居然能挡住至圣缘满镜的攻击 这不可思议 此周 其他人也是心神震动 那是混沌法则 这是一个混沌之死 有人惊呼